各位全球的观众新年快乐 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 慈祭的纽约分会 为了迎接新年 整个会所三层楼都布置得非常有年味 首先一楼刚进门 就是一个主筒回娘家的摆设 让所有的家人们回来 可以带着他们的主筒回来 接下来我们到二楼去看看 这里就是二楼的展示空间 其实每一项设计都是有讲究的 希望让这个疫情低迷的情绪 能够带来多一点的名味跟温馨气氛 我们就来听听志工们 是如何发挥他们的巧思 简单的小角落 以观世音菩萨为主体 再搭配三滴立体莲花 呈现预约人间净土的主题 再往左边墙面上 正言上人的法相 周围布置成静思经社 想表达的是海外慈祭人 对上人的思念 那我们很想念师父 师父在静思经社 那我们的Foundation 就是我们的地基 就是从这个竹筒岁月起来的 那所以就是把金色 架在一个很稳的一个 就是竹筒岁月 从这边开始 然后收到上人的祝福 三楼如宿护生区 专业裁缝师谢淑妙 用动物为主角 蔬果陪衬 个个栩栩如生 让人惊艳 我要去找这个颜色 很不好找 那可是呢 就是说 还好 卢树的心 在我心里成长 所以我一找 就找到了这个颜色 叶子用毛巾 然后细细看 白菜的形状 它有一点波浪 还有这个上面的梗 是用不支部来做的 新年开始 第二波疫情又在升温 纽约分会严加防备 首次将岁末祝福 改为线上 纽约长岛曼哈顿 布鲁伦与波士顿 联合举行 也因此更多 海内外慈祭人 能在空中相会 那今年最重要 上人谈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大灾教育的次数 灾界 大家一定要前程灾界 第二个就要能够行善 因为只有行善造福 才能够保护自己的 健康跟安全 而岁末祝福主现场 执行长发给前来的志工 刚从台湾带回的 符会红包 另外还有包含 波士顿在内 共九位新的慈祭委员 与荣董完成受证 受证是我对上人的 一份承诺 可以带着这份承诺 走得更长更远 因为岁末祝福改成线上 难得大纽约区四地 首次有这个机会 能够共同呈现 无量一斤说法品的 手语演绎 像是在曼花顿的演绎之工 平均的年龄就在65岁以上 而在长岛呢 则是有慈青慈少的加入 这展现了大纽约区慈济人 和和互协的团结力 佛法光业 众生呼应 上次老师来了两次 我们没有办法追在一尺 我们在这里就自己可以加强 再过十分钟就要开始正式录影 纽约曼哈顿的职工 把握最后一次练习 今年岁末祝福的手语演绎 曼哈顿都是资深之工 平均年龄65岁以上 为了这次岁末献上祝福 有人献上了人生中的第一次 那我是因为我没有比过 所以我是比较注重说 在连接的动作的时候 我的这个手 那个手要放在哪里 你们后面两个 有没有感觉三角形 有啊 OK 位于法拉盛的纽约分会 连续一个月的周日 读书会后练习 录影前再次确认对形位置 我们是一个情况 你的左边一小一点点 好 现在请你们把 下面你们的位置先贴下来 志工严秀云挑选 这首无量一经说法品 因为经文中 吉令菩萨成菩提 苦难与无常的实践佛法 与纽约志工面对疫情的种种 不谋而合 虽然疫情期间 但是呢 我们在纽约实际里面呢 还是做了很多事情 比方说 我们去发放口罩 我们有蔬菜的发放 然后我们有去发放东一 那这个都是要我们菩萨 去做的 那要很快成菩萨 就是要我们走路人情 自缔约80多人共同展演 长岛更有两个现场 慈青与慈少在低温户外 录制近一小时 非常时期 大灾教育 纽约志工从入京葬 找到智慧阀门 面对疫情后续的考验 今年正好是纽约分会 成立30年 为了应应防疫的规范 这个庆祝活动的方式 也有所改变 慈青人会在线上呢 推动这个蔬食以及运动 另外募款餐会的部分 会改为艺术品的意脉 在这个非常时期 对纽约的慈青人来说 很重要的就是要 保持一颗平常心 来面对未来的所有 不确定以及挑战 以上是记者 在纽约的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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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